通讯及新闻部今年5月针对本地大约1000人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 年轻人最有可能遇到诈骗 但他们也非常有信心应对 是的 警方的数据也显示 大多数的诈骗案受害者同样是来自年轻群体 调查结果显示 15到29岁的群体中 有八成的人每个月至少遇到几次诈骗 比50岁以上群体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 然而只有32%的年轻人对成为诈骗案受害者表示中度或极度担忧 而年龄较大群体的担忧程度则是年轻人的两倍 因为他们相对比较自信 所以反而可能就更加容易疏忽 所以更加容易地受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应该集体地来去提高我们的警觉性 调查研究还发现 年轻人有信心识破骗局 当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 他们对识破骗局有中度到高度的信心 但年龄较大群体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有信心 此外超过七成受访者 每个月都会接触到防诈骗信息 相关提示有助教育民众免受诈骗